7月5号星期一 美国股市休假没有开盘 但是其他的国家今天还是开盘的 欧洲来说英国涨了0.58 德国涨了0.08 法国涨0.22 亚洲方面日本涨0.45 香港-0.75 然后中国是-0.88 再来看一下债券市场 基本上债券市场也是休息的 不过Commodity方面是开盘的石油 西德州石油涨了1块5毛 说在76.69 布兰特油77块4毛5 油不断的上升 有潜在的通货膨胀的威胁 但是黄金今天也涨了15块 1798块 那么美元指数大概是下跌了 在92.17左右 那么美元对各个货币相对的都是下跌了 因此欧元对美元上升1.1875 美元对日元114.86 英镑对美元1.3886 美元指数在过去一段时间 从103.104最低曾经掉到88反弹到93 现在大概在92左右 那么美元相对还是一个弱势美元 大约比它去年的高点向下滑 大约滑了10%左右 那么目前比较重要的几个观察点 一个最重要的就是即将开始的Earning Report 目前来看这个季度Earning Report应该是高速成长 因为去年的base很低 一般来看今年的Earning Report 会有25-30%blows 去年SPY大概赚130块 今年会赚160-170块 回复到前年的水平 明年现在预计大约会上升到180块 把它换算成P Ratio 现在大约4300-4400点的话 P Ratio大概是24-25 这比传统的P Ratio 这个15-18之间上升高了很多 但是由于存钱在银行是没有利息 国库债券10年只有1.4仅 因此相对来说 P Ratio 25换算成Ear 4% 股市的这个投资报仕率还是much much better 人筹支在债券和我的现金 尤其美元又是贬值的状况 又有通货膨胀的夹击 不过一般来讲按照Fedron Reserve说法 和一般的经济学家认为 目前美国的通货膨胀和这个报复性的消费 只是一个暂时性呢 可能在2021年到2022年就会慢慢的平复 到了2023年可能就不会有通货膨胀的状况 当然这个事情只是一般的经济学家的分析 是不是还有一些变数 现在还有待观察 不过利率的走势可能会是决定股市的一个 走向的一个重要的关键 因为以目前来说 之所以股市和房市能够繁荣 主要就是因为利息很低 然后股市的报酬相对的就是还不错 反过来说如果利率上升 债券的报酬增加 或者说是由于利率上升 造成的公司的获利减少 那么都可能会造成股市的下跌 传统上在暑假五六七八九这几个月 一般来看 一般人认为说五月以后 就可以收盘的准备去海滩去晒太阳了 那么按照过去的数据的统计 七月份的这个月应该股市表现还好 但是八九月可能就不太妙 以目前来说几个重要的观察点 除了利率的走向 另外就是公司的获利 以及疫情的扩散 投资人在目前还是要居高思维 做一个妥善的资产配置 尤其要注意到保本的功能和风险的管理 我是小银翔 电话739883888 谢谢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